歡迎收看 來自西市之怪奇答案室 我是頭痛咖 這個川普 他真的是非常熱門的一個人物 這個挪威的植物 都會被大家合成 變成川普頭 請看 這本來是植物的嗎 然後他們就覺得 很像川普的頭髮 川普他是真髮 OK 他已經證實了 所以不要再拿他頭髮 做這個文章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一些怪奇的植物 歡迎超時工魔女 安妮 大家好 我就是超時工魔女 安妮 擁有彩虹的樹 為什麼 形成磨骸的藻類 好 講得善人的植物 What 還有什麼怪奇的植物 要告訴你呢 俄文大考驗 好啦 我準備好了 彩虹怎麼叫 彩虹 拉杜格 拉杜格 植物呢 植物 植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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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自己都沒有信心啊 植物呢 我剛剛都有看 我剛剛Google OK 對 我就知道你會問我 OK 好 那我們第一個要 節力的怪奇檔案是什麼 OK 在印尼有著暗樹 它會呈現彩虹般的顏色 在它的樹皮上 馬哥是怎麼回事 我們一開始介紹 然後 怪的是五彩繽紛的 我心目中最五彩繽紛的 就是這個彩虹鞍樹 它是樹 它不是花 它是樹 這是樹耶 你可以相信嗎 這是它的樹 這個樹我看過 阿凡達 不是 我在夏威夷 一個農場看過 里內行 它原產地是印尼 菲律賓這些地方 但現最美的在夏威夷 對 我在夏威夷看到 我看得傻 我以為人家塗的 對... 我還去摸土的鑰匙 這真的假的 真的 現在反而種出來 最美的就在夏威夷 好 你不要看 這個樹很高大 它平均是三十五公尺 對 很粗很高 最高可以長得 最高的一棵長過七十五公尺 而且活得很久 大家都以為 美麗的樹一定不堪用 它不但顏值高 它連這個材質也高 是 它是最好的造紙的材料 造紙啊 造紙的材料 而且它也是最優質的木炭 木炭 所以它又好了 好 我們近看 它就是一種內外兼具的 對 來 給大家看 這是它近造 這根本就是水彩畫 水彩畫一樣 這樣看以為某一個大師了 對 然後大家再來看這一張 有的是紅色多 有的是紫色多 你看 這更像抽象畫了 對 而且它配起來 那個色調還滿合的 色調滿好的對不對 對 好 色調滿好 現在要 你再看 它不是樹幹一樣 它全身 這是它的根部 它都根部整個上來 太美了 你看 根部都這麼美 好 那現在要考一下 再考小康一下好了 這條樹很大對不對 這條樹年紀大不大 很大吧 這條樹年紀很小 怎麼判斷年紀很小 先教大家一下 綠顏色多 就是新生 就是越... 它是越剛長出來的 就是綠顏色 綠色多的話 綠色多的話就是 反正它剛長出來的 就是綠色的 然後它越變越老之後 就變成黃色 橘色 紅色 褐色 紫色 就是它的年齡的一個歲月的痕跡 對 就是顏色 懂了吧 是 懂了 所以它居然 為什麼沒有五彩 就是它生出來樹皮 有新生的樹皮 有老樹皮 是 原來新生樹皮 終生樹皮 老樹皮的 顏色不一樣 好了 全世界 北半球圍的暗樹 而且全世界我認為最美的樹 只有它是彩虹的樹 真的... 台灣有沒有 台灣沒有啊 台灣有 台灣有 台灣有一次 就在台北市的植物園 但是為什麼 大家都沒住裡面去談呢 因為我們這棵樹 不夠彩虹 我有帶給大家看 可惜了 這就是我們台灣 唯一的彩虹樹 它的顏色比較暗帶一點 暗帶一點 但是也滿好看的 看到沒有 對... 但是這個看起來 也像人家畫的 對 也像人家畫的 對不對 其實還不錯 對 其實我覺得它 藍色的 我覺得它就這樣 這個顏色就夠了 它低調 不是 它如果說像 夏威夷這樣子彩虹 可能會被人家塗鴉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引誘犯罪 引誘犯罪 對 所以它今天 這是我們台灣 植物園的唯一的一棵 其實這一棵我覺得 這樣低調 夠了 好 那既然要講顏值高 一定要大家 如果有空出去旅行 好 一定要去這幾個地方 這也是我心目中 顏值非常高的一棵 杜鵑樹 杜鵑樹這麼大 杜鵑花的可以開這麼大 好強大 看到沒有 滿地還落花 這麼大 這個像 這個是花朵爆炸樹 全部沒葉子 全部是花 對 爆開耶 對啊 我告訴你 它在加拿大的溫哥華 我的天啊 加拿溫哥華 它高二十五英尺 寬三十英尺 它知道多少歲了吧 一百二十七歲 一百二十七歲可以開成這樣子 它就是全世界最老 最大 最美的一棵杜鵑花 所以這一棵樹又老又花心 它每年五月開始開花了花 就像個煙火 砰一下 對啊 爆炸 爆炸一樣 這棵杜鵑樹夠美吧 夠美 太厲害了 這家人很難過 太多人去看它了 旅遊者都要到這邊來看一下 照張相 很尷尬 你看它有個陽台 早上起來有沒有 穿個內褲出來 被大家知道 我剛才知道 好 但是太美了 那再挑一個我顏值中 最高的顏值的這個 它有什麼 日本立木縣竹立式的 這個紫藤樹 紫藤啊 紫藤 它還美了吧 這裡有樹 這紫藤花 紫藤花 紫藤樹 對 我告訴你 好漂亮 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紫藤樹 花 我不知道 它還不最大的 它第二大 但是它的顏值在竹藤樹 第一美的 好假的喔 真的 它有外號叫做紫色瀑布 紫色瀑布 它一百四十六歲 更老了 是 老前輩... 一百四十六歲 而且它光這棵樹占地 一千九百九十平方公尺 它又大 又老 又美 寬 很寬 所以它才能變成瀑布一樣 它這樣... 而且我告訴你 這是紫色對不對 我們來看 燈光照下變成粉紅色 女孩子看到愛死 看到沒有 它簡直到這邊 好大一片喔 我為什麼推薦這個呢 聽說情侶到這邊來 夫妻到這邊來 你不管是告白 懺悔 求婚 懺悔 懺悔一般都是在夫妻 沒有不成功的 是 因為這邊太美了 這又開眼界了 再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被列為 世界古樹古墓保護 就這次被列為古墓 為什麼古墓 這是個杏樹 是 這棵樹是唐太宗親自種的 唐太宗一千四百年 一千四百年 美不美 他認識唐太宗 一千四百年種的樹 好狠喔 它在西安中南山的 古觀音禪寺 好漂亮 這棵樹顏值太美了對不對 太漂亮 我們看完了 這麼多 顏值這麼多的樹 也介紹大家 萬一寒假要去的時候 有這些地方可以去看 最後要介紹大家一個 彩色的怪樹 這個樹 這個樹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這樹怪不怪 這個好像我們那個 我們的露樹有沒有 下半部洗成白色 白色那個石灰 怕蛀蟲 怕螞蟻 這張照片是告訴我們 福島的食品 不要吃 這就是西安利布達佩斯 一個鋁工廠 啪 爆炸 鋁外泄 外泄了四十多公里 造成了很多人死亡 這反而是一個悲劇 悲劇 但是這就奇怪了 奇景 這些鋁外泄 污染土地之後 這些樹居然可以吸收這些鋁 吸收這些鋁之後 居然把自己變成紅色 那更絕了 小黃就是專家到現在搞不清楚 你樹會吸收紅色 吸收污染的鋁 吸收的 為什麼到同一個高度 全部一起停止 完全 注意看 講好的 講好的 完全就是一起停止 所以就像你出現 好像上半張下半張那種 對... 錯覺對不對 現在連植物學校都沒辦法解釋 太怪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用顏色 給大家介紹 顏值最高的跟最可怕的 我們今天這個觀眾看了以後 都可以去了吧 顏值太高了吧 去... 因為在夏威夷 還有一棵樹也很厲害 就是那種很大... 好大一棵 每一棵都要去照相 看到那棵樹你遠遠看 你會以為是假的 好大一棵 就像我們那個台南有一棵 有沒有 國泰人壽不是弄了一個大樹 榮樹... 就是成功大學的那棵樹 它那棵就差不多 比它差不多大一點點 好大 我看得嚇到 我在那邊鞠躬 因為看到這麼大的樹 你一講 對不起... 太厲害 成功 太陽很大 它那個樹你幾乎就可以 躲到它下面就完全散佈到太陽 好漂亮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個有時候我們還是要 把眼光放在地球上這些 自然界美的地方 不要老是看一些人造的東西 接下來是什麼樣的怪習檔案呢 社長就是這樣 社長他一定要介紹這種 不是什麼西蘭古堂啊 就是地底下 那今天現在講到海上墳場 那這個海上墳場在哪裡 在太平洋 這個為什麼會這麼恐怖 植物我們通常會講在陸地上的吧 山山老林 人機旱見的一個地方 比較有奇奇怪怪的植物 我只是好比喜歡去的什麼 亞馬遜叢林那一帶 但我今天特別介紹 陸地上可能講了很多 特別是海上的 很少講到 這個是海上的一種植物 這個植物叫什麼 剛才講的叫海上墳場 它其實也有叫魔鬼海 魔鬼海 魔鬼海 它這個地方在哪裡 你看這個船在這個地方 好像都擱淺一樣 它其實是在海上 它有像被纏住 對 被纏住 底下旁邊這個周圍 其實它是一種叫麻尾藻 麻尾藻 對 麻尾藻 這個地方在大西洋 其實就在百木打三角洲附近 好險 不在太平洋 在美國的東部 那這個地方很大 它不是一個小地方 它大概有六百萬平方公里 等於台灣的一百七十幾倍大 一百七 一片海域是這樣 整片都生長這種麻尾藻海 天啊 那麻尾藻 我們在東南亞潛水游泳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 但那個都小小在海邊面底下 它這邊比較特別是 這種麻尾藻它會在海邊上 慢慢...往上喘 如果它有護著霧的話 它會就往上升 那你看這些船隻擱淺在這邊 這些其實是真實的 它裡面船底下還有... 裡面還有一些很多水手的 西洋骨頭什麼都在這裡面 那這邊這一個海域 發生過很多事情 我特別講是在1492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像太寫家 哥倫布 哥倫布當時在1492就幾艘船 他經過這個海域 經過這個海域 哥倫布本來很高興 航行了幾個月以後 高興大叫 看到一片草原 他認為是草原 印度要到 他以為是印度 以為是草原 結果後來他們一看到草原 就很高興 船家族馬力就往前開 就衝到這個草原 後來一看不是 完蛋 不是草原 是海上的一些 所謂麻尾藻害 那他不曉得它已經開進來了 你要過去你一定要去 剛才講它太大了 一大片一百七十個台灣大 他就一路往前衝 你知道那個船開足馬力 走了一個月 衝不出這個麻尾藻害 就困在這裡面 慢慢就殘住 對 殘住 殘住那你說這種草 它很可怕 它大概幾個晚上 它像瘋狂一樣 它瘋漲 慢慢從那個水平面 就慢慢從海平面 就慢慢從順著那個船線 一路到船甲板這邊來 就漲上來 對 你人在那邊 它會把你殘住 像是有意識的海藻 竟然會把人給殘住 船員們會如何解脫呢 對 它一看不是 完蛋 不是草原 是海上的一些所謂麻尾造害 那它不曉得 它已經開進來了 你要過去 你一定要去 剛才講它太大了 一大片一百七十個台灣大 它就一路往前衝 你知道 那個船開著馬力 走了一個月 衝不出這個麻尾造海 就困在這裡面 慢慢就殘住 對 殘住 殘住 那你說這種草 它很可怕 它大概幾個晚上 它像瘋狂一樣 它瘋漲 慢慢從那個水平面 就慢慢從海平面 就慢慢從順著那個船線 一路到船甲板這邊來 就漲上來 對 你人在那邊 它會把你殘住 而這種草 它有昏迷一點點 那種小毒素 會有毒素 所以人殘住了會吃痛 會吃痛 會麻痺 那你知道 當時他們覺得不對了 第一個船們開不出去 第二個人被殘住了 會有這種現象 中毒的現象 所以後來哥倫布是下令 他們所有的水手傳言 把那個水手刀 砍刀 全部拿出來 廚房的菜刀 全部都拿出來 人用的全部拍照 把這些草砍斷 把這種麻尾草砍斷掉 砍斷掉以後 他們再開一個禮拜 十里逃生才逃出來 這裡面 剛才講 海底蚊場底下 所以它很多船隻 或者是有的飛機 掉下來在這個海域 它慢慢就被那個草 一直拉...拉到底下去 它很多裡面的這種 所謂的那個... 這沉船 對 沉船 所以這邊地方海濫 其實特別多 一個恐怖 他們叫它那個魔鬼海 叫海底蚊場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以看這一張圖 這在美國東部一個地方 它其實有四大環流 尤其是北大西洋環流的時候 他們在這邊交匯 交匯的時候 匯集的地方 反而海流是比較慢的 旁邊很快 到中間那邊就比較慢 慢的時候 它本身那個... 本身的海流很慢 它等於說那個 所有海的一層一層 它上面的跟下面的 很少對流 很少對流 上面的浮游物就很少 很少你海洋的那個 所謂烈食遺類 你就沒有浮游物可以吃 小魚不來...大魚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 他們也叫極盡之海 你看不到什麼生命的現象 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這個 它平常... 我其實在馬來西亞 有一次潛水也看到這種 很可怕 一大片像海底森林一樣 它這個長出來 它其實像那個很寬的海帶 那它這種東西生長得很特別 它不是只靠種子在分布 不會那麼多 它是本身 等於說一棵樹一樣 它長出一樣 自行會分裂 細胞分裂一樣 它分裂以後 它就慢慢分裂成 獨立的一株一株 然後又開始長 所以它很快 咪咪咪一大堆 恐怖 但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它很危險 它稍微講點 有原子的 它其實也很漂亮 你可以看 它如果往空拍的話 它很漂亮 這個區域 對 它全世界最清澈的海域 也在這邊 因為剛才講 它沒有浮游生物 沒有什麼海流 從老會把海底下的泥沙 什麼減減 它清澈度高達多少 全世界最高的海域 它是... 如果透明度來講 是66公尺 一看可以看到 66公尺 神的一個海底 很清 很清澈 一般來講 55已經算很高很高了 50就... 40 50就已經很厲害 已經非常高了 那這個是 是到66公尺 可以看到底下 60公尺 所以它因為太清澈了 你如果船 一般 那附近如果 原住你去那邊 滑船過去 你看那個船 它感覺是像漂浮的 那個船像漂浮 像在玻璃鏡子上 不像在海上滑行 其實這種湖 你可以看那個船 你真的...有沒有 你感覺它漂在空中 它不像在水面上 有沒有 這個地方千萬不能裸泳 清清楚楚... 你說在世界上很多植物 在陸地上 你發掘奇怪的 泥泰的植物 恐怖植物什麼東西 但海上很少發掘 而且這不但是有 而且在海上 既然一大片 179台灣大 吞死了無數生命的 一個魔鬼海 就麻尾澡 如果這個麻尾澡 可以吃就過癮 那就好了 像海災一樣 這麼... 那這太棒了 接下來的怪奇答案是什麼 人的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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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起來好像食物 人的俄文 人的俄文 好甜 是... 不是 這個耳聞真的很好聽 來 世界上長得像人類 像人類器官的植物 會發現這件事情 就只有浩平哥 他們剛剛像人類的器官 對 我們先來看一個 像不像 烈焰紅唇 像我們的嘴唇 好像還塗了很濃焰的吼紅 對... 非常非常的像 厚唇 但是它其實它中間呢 嘴唇裡面是開出 這個小小的黃花 它真正的花是那個 對 真正的花是那個 外面其實它是它的花餓 再來看一個 這個叫索羊 但是像不像一隻手 這好像怪獸的手 對 請你稍微 索羊是中藥吧 中藥 而且對男性很好的一種中藥 索羊 因為看這兩個字就知道 把你的陽氣索得好好的 然後它要配上肉從容 那就硬了 其實滿像 跟肉從容也很像 你看它其實走進來看 索羊 就是剛才很像 手指頭的那個部分 所以如果五根索羊 對 連在一起的話 底下的根如果又連成一起 你把那土挖開以後 這樣看比較不恐怖 剛剛那一張 剛剛那真的很恐怖 這邊像拿著一隻手 因為它那個手指部分 就還會特別的粉紅 顏色比較淺 其實下面是它的這個 鏡和根部 它就像有一個手掌 一個手背 對 好恐怖 但是真正恐怖的 還不是索羊 而是一種叫做 惡魔手指的東西 就惡魔手指的東西 還真的就滿恐怖的 因為它很像是 很像是手 手從那個泥土裡面 伸出來對不對 對 你們看 像是伸出來一個 奇怪的東西 而且這種顏色 感覺起來就是很毒 那個是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 對... 很多義大利人給你講話的 喜歡一直這樣 比這個動作 對... 那當然還有很多 珍貴的藥材 其實它的樣子也很特別 比如說當中我們來看一下 就所謂的這個 像人形的 這個人形的中間有一個 其實這個照片 我有點存疑 可是我覺得實在 太低針了 怎麼會這麼低針 對 這個就是合手屋 可是這一張照片 你感覺像不像 它放了一個模子 讓它這樣長出來 因為合手屋 其實是它的這個根部 但是大多數時候 我看到的合手屋的情形 沒有這麼光滑 你看這比較光滑 甚至有分男女 通常我們看到的是像這樣 它確實 這是它根部上面 包滿了它的這些 這個須根 這也是天然的 對 但是 真的一男一女 我就覺得很納悶 就它怎麼會長得這麼逼真 這個誰敢吃 嚇死人的 就像小妖怪 那另外像這些 大家比較熟悉的 其他還有哪些 就人參當歸 人參 其實好像人參也有出現過 對 所以我們在講到 人形的話 常常講到這個 最厲害的就是 這個長白山的這個人參 它還真的 上面是它開的花 是紅花 然後你看到這個人參 它感覺它真的好像 有兩隻腳 兩隻手 而且他們通常 通常到山上去採生的這些農民 他們都把它稱為叫 棒槌 棒槌 像這樣一個槌子 有的時候我們是罵人的 對 這個棒槌 對 是東北的一種 俗稱的一種方式 但是其實在那個地方 他們如果發現 有人參的那個地區 他們常常會恍神 快說 如果小朋友跑過去 如果小朋友跑過來 後來他們說 當人參長到一定的年分 它產生一種天地的靈氣 而這種靈氣 就像是一個小精靈一樣 那當然也因為 這樣的一個傳說 通常只要看到 鎖定好這個人參的地方 它一定要綁一條紅線 綁一條紅線 一方面是告訴別人說 這我已經找到了 我已經發現了 我發現 那大家都遵守這個 共同的遊戲規則 我不會說那我先來挖 因為它那個挖為什麼很難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對於 一般的那種高麗森的概念 要先撇除 因為真正好的這種 叫野森或山森 它的須根非常非常長 你那個根都不能破壞掉 所以它在挖的時候 它非常 要很小心 要非常非常小心 而且是很大的工程 可能他們發現這個森的時候 已經天快黑了 那他們就必須趕快綁好紅線 明天再過來 而且過來的時候 它要把一個範圍畫好 它的根可以長得非常長 所以拉住的山森 其實跟我們印象的高麗森 完全不一樣 它非常小 非常小 但是底下的蓄根非常長 所以它養分比較厲害 厲害 它自己會鑽得著養分 那當然也就是說 怕它會跑 他們認為說你如果沒有綁好 那麼在這些 一般產生技有這樣一個傳說 就是說這森到第二天不見了 在你印象的地方就不見了 那當然這個人森 其實包括各種的中藥 我們發現都會用到的當歸 當歸 當歸也是一樣 當歸就跟人森一樣 它有些長得也很像人形 手形 這些都是一種根 當歸 對 就一種來自它這個根部的 這種養分 那麼當然它對於這些大地 泥土裡面的那些養分 吸收得就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要講一種 色色的植物 辣椒 對 它是一種辣椒 這個應該比較適合女孩子 女孩子怎樣 使用對不對 這是什麼樣子 我看不懂 妳看不懂 妳看不懂 這麼小的我看不懂 對不起 他看得都是會很容易出的 像戰鬥民 他看的是戰鬥民族的 戰鬥民族的辣椒不一樣 你看看在樹上的時候掛在這邊 其實就像一般的紅辣椒 只是它長得比較奇形怪狀 形體比較怪異 對不對 這形體還太怪異 也怪異到 大家看得有點會害羞臉紅 但是不只是這種 還有這一個來看看 在波利比亞 南美都玻利維亞的這一種 它是一種仙人掌 仙人掌 太怕咳了吧 長成這樣 還有一種叫白鬼筆的植物 這個白鬼筆的植物 很奇怪 它是一種 這算是一種殉菇類的對不對 這個是雄性的激素非常強烈 對 而且底下也剛好兩個 對不對 它這個形狀真的讓大家 這個眼睛為之一亮 對 我比較看得懂 比較像戰鬥民族的 對 尺寸的問題 那再來看一個也是尺寸很大的 這尺寸很大的 不是 我講尺寸很大的是一種 蓮花 但它不是長在水裡 而是長在高山上 而且要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天山雪蓮 這不是在武俠小說裡面 沒錯 每一個人受傷都一定要吃這個 好像救命先代了 對 然後怎麼樣 把那個毒氣逼出來對不對 然後增加什麼百年功力 對不對 而且這個天山雪蓮 你看它很奇妙 它長在高山上 而且它的根莖 也是想會吸取 僅有的在山壁上 這些泥土裡面的 天地精華和養分 它生長的環境 其實就是嚴苛的對不對 非常嚴苛又冷 而且地形崎嶇 因為那些地方 可能早年都被冰河 整個融食過 所以它的這個 甚至泥土發現 土P 土壁 並不是這麼大 這麼多 所以在這個地方 能夠開這麼好 表示它生命力特強 對 旁邊更何況是這樣子 冰天雪地 那你說這太像 武俠小說裡面的那個畫面 這個比... 那個梅花更狠 對 梅花是越來越開花 它是直接開在雪地裡 直接就開在最冷的雪地 所以要取得也不容易 不好慘 對 一千公尺高山 對 那今天... 應該很貴吧 對 非常貴 可是今天為了讓我們 所有怪奇檔案 在我們新興來的時的朋友們 大開眼界 帶到現場了 來喔 不是只有看相片了 歡迎天山雪蓮 今天那個怪奇之物到達現場 對 今天很難得把 三四千公尺高山 唯一在包括了新疆 還有西藏 這什麼 天山雪蓮 這就是天山雪蓮 這就是天山雪蓮 請問一下 那中藥有在吃它嗎 有啊 都有 是吃這種乾的 就是乾的 他們就是把它 比如說小的就包一個紗布 可以燉雞 好香喔 真的是這個中藥味 真的喔 尤其你看這 連它的根補布 它的鏡 然後上面的花瓣 裡面它要傳播的 這些種子 隱隱俱全 通常一般看到的藏雪蓮 就是西藏雪蓮 或新疆雪蓮 它多半就是要一小顆 還沒有長這麼大 它小小的就是 通常包在紗布 它就給你建議 比如回去泡這個白酒 烈酒 然後對於這個關節 對於你血液 心血管疾病 那些循環問題 都有幫助 尤其對婦科 也有一種特別的功能 是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探 包米哥 對不起 這個今天我們是介紹植物 你帶石頭 你覺得這是石頭嗎 來告訴大家 這不是石頭 這是靈芝 怎麼長這樣 這就是天然的桑黃 什麼是桑黃 就是老的桑樹 我們知道什麼樹 它如果有一些菇類 寄生在上面 它吸收它的養分 是 那吸收這些最珍貴的 桑樹的養分 就成為叫做桑黃 它對肺部特別有幫助 對 另外我們台灣 非常熟悉的牛 章 枝 你看 兩個都是橘色的 它們很奇妙 都不要曬太陽 它都要在一個 幾乎是差不多快密閉的 一個潮濕的空間 濕冷 對 然後就悶在裡面 它就可以這樣慢慢長出來 各位觀眾 現在知道為什麼 浩平哥不會老了嗎 都是吃這一些 有都沒有的 它的零食 零食 看電影都吃這個 真的厲害 另外有人把這個當零食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明文俠爾的 東蟲夏草 你看像不像一隻毛毛蟲 其實它是蝙蝠蛾的幼蟲 蝙蝠蛾 一種鵝類 可是它被一種 這種真菌類給寄生了 那等於是死了以後 它就把它身體整個 置換為這樣的一個形狀 然後接著它就變成了 這一種植物的 它的根了 然後它從上面就長出了這個 那個很難 你知道 那個蟲 剛剛浩平講那個 蝙蝠的幼蟲 牠在土裡面 大概躲了四年 那又被那個真菌感染 很不容易 沒錯 所以說這樣比起來 真菌比較厲害 另外跟天地靈氣更有關係 就是我們看到的 人森和當歸 這個當歸還真的像一些手指 這像佛手 因為它其實你看 它上面就是它長出 它植物的地方 所以它們都是根類 都是根類 那你想想看這些根類 它就真的吸收了很多 大自然的靈氣 這邊也有一個 這裡面比起來 似乎當歸比較豪買 比較豪買 但是這個是我剛剛 從雲南帶回來的當歸 所以我們一般 不容易看到這樣 剛好新鮮的 我們都看到切片 切片 對 人生也切完片了 當歸切完片 就是吃了一輩子當歸 不知道長什麼樣 根本不知道當歸長什麼樣 沒錯 那麼更何況就是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和手屋對不對 和手屋剛剛看那個形狀 我必須誠實的講 剛剛那個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會不會是 它包了一個人形 就像包在葫蘆瓜外面 出現了什麼字 我們可以講說 如果是奇蹟中的奇蹟 也許有可能 也許 如果出現第二株 我就覺得你是不是量產 這樣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我讓大家看看 真正從武當山 也是才剛剛帶回來的 這什麼 和手屋 來自武當山的稀有和手屋 廣告後珍貴亮相 就是吃了一輩子當歸 不知道長什麼樣 根本不知道當歸長什麼樣 沒錯 那更何況就是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和手屋對不對 和手屋剛剛看那個形狀 我必須誠實的講 剛剛那個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會不會是 它包了一個人形 就像包在葫蘆瓜外面 出現了什麼字 我們可以講說 如果是奇蹟中的奇蹟 也許有可能 也許 如果出現第二株 我就覺得你是不是量產 有點奇怪對不對 所以我讓大家看看 真正從武當山 也是才剛剛帶回來的 這什麼 和手屋 你的和手屋 你跟他和手屋 這是和手屋 所以我才說 剛剛那個和手屋的照片 我有點存疑 除了它有一個 它有點樹根的 我覺得還有比較像 這個是 而且它發芽了 對... 你看到沒有 這好像小惡魔的腳 你仔細看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有生命力的東西 帶來年齡有沒有注意到 又是它的根部 又是根部吸收的這種 天內靈性 它對於比如說 這個我們特別是這個 補腎出來 補頭髮 我最近研究那個是黑手屋 頭髮 黑 它不是頭髮 就是又黑 而且又濃密 一個毛囊長 三根頭髮 就是那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講 以前神農氏 聽說神農氏的肚子 是透明的 然後它可以藏白草 然後看到 哪個跟哪個配有什麼療效 哪個跟哪個配會有毒等等 那這聽起來 更像外星人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佩服它 它怎麼會知道這個 我們誰會去藏它 對啊 你說如果今天你挖到這個 就是第一個看 外面包滿了根對不對 然後長得說實在 其貌不一樣 你不必去想 剛才長的人形 就覺得這什麼東西 可能有人不懂 把它切開看看 是不是地瓜 含雞 來烘一個 烘一個 吃看看 那真的就是焚禽祖賀 像它這些 我只是很好奇 想說這個老祖先 而且是全世界老祖先 對於這些草藥 這植物它們怎麼會 從怪奇檔案當中 知道它的功能 對 而且這些療效到現在 最新的醫學科學 對 連我們的紐約 我們的牛津生化博士 都知道 黑頭髮的 對啊 對啊 他們怎麼會 牛偷吃 奇怪啊 你看 幾千年前 他怎麼會就知道 而且把這些檔案 一直留到現在 我們到現在是 剛好這個紀元巧合 因為我在爬五當山 剛好遇到 不然在過去 我們也不知道 何首乎什麼 長什麼樣 所以現在我們就知道 神龍寺有多偉大 多偉大 我跟你講 安妮已經很開心 這些很多 難得看到 我們都沒看過的 我也沒看過 你沒有看過是正常 我也沒吃過 你看我多煩 你也對 他吃會變黑 如果這個 你吃這個再變黑 我就把它拿回去供著 太厲害了 對不對 謝謝 接下來我們的怪奇答案是什麼 這個是怎麼樣的寶石 我們先找寶寶植物 裡面的寶石是什麼 我們知道這個植物 會吸收土裡的金屬 剛剛馬老師提到 黑 捏 鉛 錫 錫 都有 中金屬都有 我沒有經過金對不對 吸金 吸金的 所以吸金最好 把植物來提煉 就可以有金子了嗎 是 譬如說最近也發現 植物會是銅 銅更有價值 我們譬如說電線 都需要這個金屬銅 銅 在北歐 北歐國家 這個叫斯坎地納維亞州 巴伍斷島 但是這個地質學校 發現銅量很高 這個地質很特殊 但是植物學校也發現了 就在這個 斯坎地納維亞半島 這個幾個國家 包括譬如說 挪威 芬蘭 瑞典 算北歐了 就是北歐 這種植物 只要有這種植物存在 這種植物 它這個學名把它翻譯叫 檢丘羅鼠的植物 只要有這種植物存在 學名為什麼都要取這麼難 滿難的 它的英文名字 這個學名英文名字 更難了 Lachinis apinia 這個拉丁文 其實本名不讓我們記得就對了 很難 這個植物也不容易發現 現在這一類的 所以我們剛剛把它翻譯叫 檢丘羅鼠 這一類的植物 只要有存在 地底下銅量很豐富 除了植物本身含銅量高 底下幾百公尺 全部是銅礦 所以現在的那個 所以發現它就等於發現銅礦 就銅礦 所以它會 它叫什麼 檢丘羅鼠 檢丘羅鼠的一種植物 檢丘羅鼠 俄文怎麼講 還接下來了 還接 除了這種檢丘羅鼠 還有這種長相不太一樣 剛剛不是很漂亮嗎 在岩壁上的花朵 這個是草 這個是在中非 中非它這個植物 也是檢丘羅鼠的 它也是 對 它植物本身會除了吸收 剛剛提到的銅礦之外 只要發現這種植物 地底下就銅礦去了 所以很多這個採礦的 現在不需要什麼探測器 就跟著這個植物走 多厲害 那麼這一種植物 其實不奇特 我們知道找金屬 大家聽過 最新的在2015年 Science雜誌 科學雜誌報導了 震驚全世界 怎麼了 各位觀眾可能也沒聽過 會找鑽石的植物 它會找鑽石 各位看一下它長相 剩怎麼講 這什麼植物 棕櫚樹 對 有點像黃金椰子 對 看起來就像黃金椰子 也像棕櫚樹 對 那它學名 經過英國植物學家 跟美國的植物學家 去定名 很少見到 這個中文叫 露水的露 露兜樹 露兜樹 它的學名叫 Pantanas Candelabram 發現一般我們講 鑽石很難 每個人都喜歡鑽石 那麼鑽石都在生在地底下 甚至要150公里 到300公里底下深處 而且天然的鑽石 大概要三十一年前才能夠形成 最快的 可以找到的一億五千年的 但是那個地殼變化 火山爆發 把它撐到地底表面來 但是這個鑽石很難找 這一種在哪個地方可以找到 英國的科學家 邁阿密國際大學 這個在佛羅里達州 他們在2015就發現 這個植物 可以找到鑽石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各位看一下 把它假象 除了剛剛提到的小樹 找到小鑽石 那如果想哪有這種大樹 是不是可以找到大鑽石 這翻臉 這非把它偷著不可 跟植物 跟底下的礦物質吸附嗎 會抓嗎 是不是將來植物學家 可以利用大樹 來找到鑽石 那麼這種鑽石 通常會在哪裡呢 我們就知道 在Kimberley 沁柏麗 叫金柏麗 這一種原石的礦石 原石礦石經過風化之後 這種礦石 就可以找到這種植物 那這種植物 喜歡在這種地方 植物學家研究 這個植物喜歡吸收 比如說鈣 煤 菱 這種成分 它喜歡這種成分 就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它剛剛那個吃銅的 吃銅 它喜歡銅的成分 所以它會找這種有銅 這個豐富的地方去生長 那這個鑽石發現 它不是吃鑽石 它是喜歡這一種土壤 叫Kimberley這種土壤 這土壤裡面有賈納 美鈴等等 它就生長了 那是不是真的 這個 屢是不爽呢 那麼我們知道 全球 有鑽石的地方 有Kimberley這種原石的地方 全球大概有六千個 有Kimberley原石 那麼六千個裡面 如果把它篩選 有可能有鑽石存在的 也只不過六百個 那麼六百個裡面 要鑽石的這個濃度夠高 顆粒夠大 數一數差不多 不會超過六十個 那麼是不是說 然後開採鑽石顯得更難 那麼科學家發現了 發現真的 只要在這一種植物的底下 不生之處 就可以外套鑽石 OK 這樣那杯可以送我嗎 要去找它這個植物 看我每天在那個野外比對 要野外比對 要按圖所計 那麼英國的地理學家 就發現了把它訂名 非洲最多 當然 所以非洲最多 非洲是這個鑽石場地 對 南非 所以只要 要找鑽石有這個 Kimberley這個岩石的 風化的地方 又有這種草 就有 多大呢 各位看一下 誰不喜歡 就這麼大 鑽石這麼大 就鑽石這麼大 不生的地方就挖 也只不過挖在這個岩石底下 幾百公尺 不是幾千公尺 那個很大 這個其實只不過幾十克拉 我們叫鴿子蛋而已 這個是這個 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 教授發現的 他一樣找這個草去挖 真的挖到 那麼各位看一下 英國的科學家更厲害了 英國科學家一樣 到料理賴比瑞 他就找那個工人去挖 一樣找這種植物 他一直找工人去挖 你看這麼簡單的工具 挖 然後這個水洗 沖洗 看看能不能找到 找到四顆 二十顆拉以上的 哇塞 那個紮人會傷人的你知道嗎 這個什麼時候發生呢 二零一三年 可惡 這個像變二零一三年 被他弄走 弄走 所以將來 早知道當初就讀植物學系 所以我們現在 找正正一堆的樹 應該就這一種樹 就可以找到 不要再給人家看 不要再給人家看 竟然少一點人知道這件事情 聽說 這一些土著們 因為那個教授要找他們就挖 他們挖了這麼多 原況 這一包帶回去 這不是玻璃 在家裡面地位 就是非常的穩健 不是... 檢丘羅鼠的樹木底下 就可以挖到這個端子 好 接下來有什麼樣 怪奇答案 植物心跳 對我們人類來講是好消息 這個博士 這個植物心跳 那不是我們人類最需要的嗎 大家講了那麼多 都是講地球上 是 那現在講一個 根據最新科學的資料 是 說離我們地球 我們太陽系 我們太陽系 太陽是唯一的恆星 它現在離我們太陽系外 另外一個恆星 那要4.3光年 那叫做比林星 然後比林星外面 有一顆星叫做阿爾法星 這一顆星上呢 聽說是有岩石的河 同時外面有海洋 同時還有植物 那我們人有希望了 這顆星在我們 往南部的天空 往下看 是 就會看到在半人馬座 有一個比林星 旁邊有一顆星 天涯若比林 對 因為現在的科技發達 所以看到有這麼一顆星 也就是現在看到了這顆星 這顆星基本上來說 看起來跟地球很像 好像兄弟喔 對 但是比地球大一點點 比地球大一點點 它這顆星基本上 比地球要大一點三倍 同時它有包括 兩百公里深的海洋 有植物的神秘星球上 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千萬別錯過 你千萬別失去 想長什麼 看一下 那妳千萬別 請到 Chen 寫心 有兩個人 有兩個人 彈コ 大冬 今天 啊 走了 好 萬一 他們 當場 大家 看起來跟地球很像 好像兄弟喔 對 但是比地球大一點點 比地球大一點點 它這顆星基本上 比地球要大一點三倍 同時它有包括 兩百公里深的海洋 因為有水 所以可能就會有生命 就會有植物 有植物可能我們就叫植物行星 我們就可以移民 對 那有植物了以後 我們現在很快來看一部影片 這個影片可以告訴大家 這顆星最新的發展 就是這個天文學家 他介紹這個比林星 我們是怎麼樣發現 在什麼地方 這是目前我們的 農氏號太空船 是 X space出的 那現在它在繞太空 現在是我們唯一 商用的太空船 所以我們距離 真正到達發亮的那顆 比林星還非常非常的遙遠 但是我們現在用 最新的太空船 就是脈衝式的核聚變 也就是核融合的方式 4.3倍的 到達4%的光速 差不多25年 那麼我們是不是還有更快的 6% 甚至100%的 最新的技術 看到沒有 Antimata 反物質 現在我們現在在研究 如果用反物質 它的效率100% 可以到達66%的光速 還不能到光速 66%的光速 也差不多也要十年 所以表示說目前 十年至少我們上去還活著 對 那所以說過去我們的科學家 我們的科幻小舵家 這裡面就是一個很有名的 2001年太空漫遊 假設我們到2001年 可以去做太空漫遊 我們如何能夠突破 太空的一些競技 突破一些太空能量 你看 2001年的時候就想到 我們在太空梭上吃的東西 跟現在才不是很接近 你看 我們去怎麼樣 我們用冬眠 我們不是用傳統的睡覺了 冬眠醒來就到了 那這部影片主要放的目的 就告訴大家 比零星4.3光年 我們要去這個植物星球 彼此之間 我們現在的科學的技術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未來一定可以成功 今天我們又在這個植物上面 大開眼界 以後我們還會帶 什麼樣的怪奇檔案呢 敬請期待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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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